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银呼吁应该要赶快把握黄金救援旗示出善意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地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张志伦 大家好 前立委蔡振元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国会改革法案为了明天的三毒大决战 蓝白立委提早夜宿排队卡位 不过传出蓝银收到情思 说有人要从中南部发动黑道来伤害在野立委吗 呼吁警政署要赶紧保障立委们的人身安全 而绿云则是抨击韩国医院长 是用举手表决而不用表决气势在搞黑箱 赖清德昨天还特地写党主席的身份来讲话 他说在野党要尊重少数审慎思考法案 对于宪政体系造成的影响 程序正义实质讨论是各党可以达成共识的关键 好啦要讲程序正义 问题是你看看现在传出的这样一个画面 绿的立委竟然是去摸走了蓝银的表决卡 这个是邱颖颖据说是差点摸走一整排 黄杰也有动手 另外看到立法院外面则是号召了 侧翼来包围立法院 好这真的是表达了一种想要实质讨论的态度吗 好柯静明总召怎么说呢 他是不是已经开始要再下一步棋了吗 他说在野党要强行通过违宪的法案 那民进党绝对会提释宪 核宪之前赖清德不会到立法院去国情报告 虽然是不是让大家又看到说 又把这个叫做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当成是民进党的吗 好了黄杨明说呢 图穷比线赖清德选上就有三拖四拉 根本没有诚意到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告吧 网友也说啊 之前不是说答应要去国会国情报告的吗 到底有什么好拒绝的呢 做个负责任的总统很困难吗 好了问题是 绿营不断跳针说国会改革没有经过讨论 这个不民主等等 藐视国会罪是反民主 但是蒋万安他还是忍不住跳出来呛下 他说他也当过立法委员呢 我当立委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法案 总预算都没有实质都讨论就禁赴二读啊 劳基法一利一修修法的时候 绿营当招委的一分钟就直接念完送大会了 根本没有实质讨论 办公厅会也没有啊 人民是有知的权利的 如果官员说谎或是把疫苗采购合约 禁制封存三十年 这就是藐视国会 不应该让官员说谎可以指手折天呢 好 这个法案真的有这么毒蛇猛兽吗 我们可以看到 藐视国会罪啊 之前林嘉隆可是说 还包括要对部队都可以行使调查权 游美女她现在呢 说这个全国律师公会理事长 跳出来反对国会改革 可是以前的她说 对人民要行使调查权 而且是要有罚款的 再来啦 顾立雄当立委的时候说 对政府可以行使调查权 也是要有罚款 最后呢 这个柯建民以前不是支持 马英九总统应该要到立法院去国情报告吗 那请问这些以前跟现在的委员们 你们现在是忘记了 还是害怕想起来有过这段历史往事呢 我们看到一个疫苗合约 竟然可以不让官员直接封存三十年 所以蒋安就问了 这不算是藐视国会 到底什么是藐视国会呢 立雯怎么看 基本上我觉得民进党 就是拿到了权力之后 他傲慢太久了 然后呢他拿到权力之后 基本上呢就是恶行恶状 没有任何的法规 什么宪法 讲得这么好听 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习惯了啦 所以现在呢 在国会里头是少数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办法 完全没有办法 接受现在的政治现实 跟最新的民意 所以才会丑态摆出胡言乱语 然后自己否定自己 闹出这么多的民主的笑话 破坏国会殿堂 暴力四射 成为台湾民主最大最大的一个笑话 你说什么叫做举手表决 是反民主 太好笑了 我们所有的场合 只有在议场里头有表决卡 所有在委员会里面的表决 通通都是举手表决 所以所有在委员会里面的表决 举手表决 通通都反民主吗 通通都是黑箱吗 只有委员可以进到议场 每一个委员举手表决 委员有戴面罩吗 还是有戴头罩 你看不到是哪个委员在举手吗 你怎么能够脑子到这种地步呢 什么时候表决卡 变成是一个无上神圣 不可侵犯的东西了呢 所以用表决卡表决 才叫做民主 没有表决卡表决 就不叫民主 这不是脑子吗 这种话怎么好意思讲呢 这么 你真的把所有的百姓 都当作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离谱 然后呢 说理说不过人家 打架暴力这么的难看 表决表决不过 绕狼来 就完全就是一个黑道 无理取闹 耍流氓耍无赖的作风 但问题来了 问题是说你已经是站在反改革 反民主的那一方 所以呢 再怎么样透过他们的组织 透过他们强力的执政的资源 下去动员 就是那一撮人 就是那一群人 还在幻想会有当年的太阳花吗 没有了啦 早点洗洗早点睡啦 那这些人要不然就是幻想着自己 有一天也可以是零九万零二十万 要不然呢 就是长期靠民进党吃饭 当民进党打手 这些人还想用暴力来威胁我们的国会民主殿堂 用暴力来威胁我们民选一票一票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这两天太讽刺了 老共解放军包围了整个台澎金马 然后呢 民进党呢 一点都不在乎 老郎来包围我们的国会殿堂 哇塞 你们是跟老共讲好的是吧 跟解放军讲好的是吧 所以在这个时刻 这一群人 你们不是什么沈柏阳黑熊部队吗 你们这些人不是多神勇多爱台吗 在这个时刻不是都应该抛下麦克风 投笔从容赶快到前线去作战吗 结果你们的前线居然就是我们的立法院大门口 居然就是我们台湾民主象征最重要的国会殿堂 你们来包围立法院 你们来威胁我们自己民主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哇你们好棒棒哦 真的是太行啦 太厉害啦 破坏自己的民主 让台湾的民主成为了笑话一桩 请问现在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羡慕台湾的民主呢 这就是民进党干的好事 所以在这一波的改革里头 我觉得这已经是无法党的时代的重大趋势 所以在这边国民党的委员辛苦了 在野党的委员辛苦了 也非常的英勇 我相信礼拜五应该还是可以顺利的完成重要的国会改革的工程 一定会越战越勇 不需要为这些跳梁小丑而来耽误 台湾民主往前走的重大改革的步伐 那赖清德怂了 说了 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来国会吗 原来搞了半天是不敢来 原来搞了半天是不想来不能来 所以老柯就说你们再闹下去 那个还没有事先之前我们赖清德就不来了 结果搞了半天 原来是不敢来啦 520你敢玩火 你敢把整个国家的安全 人民的生命财产堵上去 结果呢 你连来国会你都不敢啦 我们还能够指望你对抗解放军吗 不要笑掉人家打压了 我们看到这次国会改革的相关法案 当中有一条就是说 希望总统的国情报告可以常态化 那昨天就听到了民党的总招 柯建民说 国民党通过的是违宪的法案 民进党会提出视线 除了法案的内容 程序问题也可以来视线 柯建民强调 在河县之前赖清德都不会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 但过去柯建民不只要求马英九到立法院报告而已 而且还要求必须要是急问急答 当初的柯建民怎么都不觉得这有违宪的问题呢 现在民进党打算要来提视线 然后就要推翻国会改革的法案 但之前的这个宪法法庭不是说 哎哟你看10月我们就有7个大法官的任期要届满了 那最近代审的案件又很多 因此还取消了两个案子的言辞辩论庭吗 如果说宪法法庭还真的就配合了律营 火速来审理了这个叫做律伟提的这个视线案的话 那这该怎么解释啊 难道就像过去外界所执意的大法官就是律友友吗 惠文哥怎么看 如果照刚汉云讲的大法官让柯建民提的视线案插队的话 那我才不会意外啊 这个本来大法官就是配合演出的 你看之前很多案子 包括585那些当初征调会的这些视线案 柯建民跟大法官的配合 很久了 虽然大法官有换很多人 可是柯建民是非常有经验的 所以大家如果大法官真的配合演出 大家千万不要讶异 那先来一个比较轻松的题目 这个是赖总统就职当天的这个沈柏阳委员 开开心心的去参加 可是呢 第二天啊 这个5月21这个立法院的院会 他这头怎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要包这个纱布呢 这个也是医学的薪资 脑震荡包纱布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今天早上呢 他在立法院又开记者会 头又好了 可是呢 刚刚问题来了 明天又有立法院的院会 你会不会又再度的包纱布到立法院来表演 这个就是 你刚刚郑立文文 想说黑熊部队 黑熊学院 黑熊部队跟黑熊学院不一样 他很在意 到时候又斜篇脸书骂你 我说你 汪汪汇已经被骂了 下一个就郑立文 那这个官员 我们要先理解说 赖总统 昨天在民进党的中职会 已经当面的加冕 这个柯建民 还有在场外抗议的这些人 赖清德的态度已经非常清楚了 就是呢 礼拜二 五月二十一号在立法院内 立法院外 内外夹攻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这个表演 赖总统是给予高度肯定 那所以今天有收看这个庶民大头家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志要从政的话 明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一定要赶快挤到海景第一排 然后看能不能上去表演一下什么的 下一个林非凡就是你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三位都当过立委 要选立委多难 那林非凡 林非凡有当过立委吗 林非凡有选过里长吗 什么都没选过啊 人家直接都当民进党副秘书长 现在是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啊 好不好 那你看当初这个大长花 我看那天蔡政委讲说 这个当天那个什么 十三万人嘛 十三万人就一个林非凡 十三万人 我今天看你的节目 十三万人就一个林非凡而已啊 对不对 这个抽今天挺难抽的 万中选一 好不好 那你们就赶快去 不然你就像沈柏洋这样啊 所以这个 你看当天在这个立法院 好像自由十八做头板头 头板头 这个叫什么 里应外合 三万人包围立法院 这个是监察院 这个是立法院 这个是青岛东路 这个是中山南路 这样哪来的三万人啊 千万不要去算 好不好 四叉猫你不是很喜欢算这个吗 四叉猫你怎么不算一下呢 没关系 欢迎就好 三万人包围立法院 那这个是礼拜二的场景 明天礼拜五又是立法院的院会 这个我为什么特别跟大家讲这个题目 就是说 你要了解 赖清德 他是刚刚就职的新任的总统 他任期是四年 那当赖总统赖主席 他非常的赞许 民进党的这些立委 跟场外的这些民进党的侧义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要停下来想一想的时候 为什么赖清德希望立法院 院内院外吵吵闹闹 为什么 当赖清德希望你们吵吵闹的时候 你就应该停了 你就不应该配合赖清德演出了 赖总统你在想什么 我是刚刚当上总统才几天而已 你看看这个我们赖总统的人事布局 这个新的政府上来了 立刻这些司法检调 这些重要的 从警政署长 调查局长 连政署长 通通换人 为什么 他要换他自己人 开什么玩笑 蔡总统的人他都信不过 你是蔡总统的人马 你可以退了 谢谢收看你可以退了 换我赖清德的人上来 他全部都控制好了 520当天就人令就发布了 早就布局好了 对不对 那当赖总统做这些布局 他在民进党的中职会 去肯定立法院内外的这些情形的时候 我想请问国民党的朋友 你一直吵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所以主持人是这样子 因为立法院 他们在表决的案子有非常多 包括什么藐视国会 国会改革无法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国情报告 还有什么刑法的这个 什么修缮案等等 像这个柯建民讲说核线前赖清德恐怕不会去 那这个核线由谁认定 由大法官认定吗 由赖清德认定吗 都不是 是由柯建民认定 柯建民他就不会让赖清德 建议赖清德不会去 但是主持人我比较希望跟大家讲一点 说由总统 因为之前都没有去过 包括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蔡总统 他们都没有到立法院做这个所谓的国情报告 这个很重要吗 从我们投票之前 你看赖清德 柯文哲 侯友宜 三位总统候选人 都说可以 我愿意去立法院 你们去立法院 你们能讲什么呢 你希望赖总统去立法院讲什么 那我也请问你们这些立委 那你们要问什么呢 你们能问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假议题上面 大家把焦点统统投射在那边 你一定要来报告 你要一问一答 你要急问一答 不然就怎么挡进挡出什么 你们到底在干嘛 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吗 立委是监督总统的吗 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 不是国情报告有问题 我们到底是总统 实在是那个字 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字 对不对 行政院长那时候的修宪 被蔡正元这些人 当初蔡正元他也有参加修宪 你弄成说 行政院长的任命 不用经过立法院了 总统大权独立 我说你是立法院长 我说你是行政院长 你这是行政院长 你不用经过在立法院的同意了 整个国家就乱掉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排名 我们民选总统以来 最差的总统一定是李登辉 他把整个国家都搞乱了 蔡总统只能排第二名 第二烂 最烂的还是李总统 李总统那时候一搞一再的修宪 宪法已经面目全非的时候 你现在很在意说 所谓的国情报告这个东西 我坦白讲 我个人我是比较 比较保留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那重要的是什么 是藐视国会罪 是民进党的这些官员 包括国会应该有限度的调查权跟听证权 这个是必要的 对不对 观众朋友你想想看 像吴钊燮在立法院这样离谱的表现 我们真的难道真的都拿他没办法吗 所以有些法案是应该要支持 有些法案我觉得是比较保留 但是因为明天立法院 张志伦就因为民进党都用奥波 要表决了 我们先来清点人数一下 清点人数 一清点又十几分钟 我要重复表决 要重复表决什么 他就跟你在意识拖延 为什么民进党他要拖延韩院长的意识表决 因为立法院外很多人 你两三下就表决完了 外面人怎么办 便当都还没理 你要回家了 你也好了 一定要等到晚上 晚上灯光打出来 然后这个 不然你以为三明治他们晚上连线 那些直播主要干嘛 你绝对不能很快的结束 一定要严好严满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三位都当过立委很清楚 那个都是在浪费我们的钱 因为一定会过的法案 然后大家在那边吵来吵去 浪费时间 那些都是表演 好不好 请大家明天锁定沈柏阳的头 看他会不会再包杀不去的 不过刚刚贺文哥给大家看报纸 这次是三万选一的话 比十几万选一几率大很多 不过绿营为了阻挡国会改革 不只场内上演全武行 场外找了这么多侧意来包围立法院 CN就报导 直指这场活动标志着赖清德任期 是混乱的开始 作家飘浪岛屿分享 他自己亲自跑到了现场 来聆听这个场外的人演讲 结果发现现场好像就针对国会改革 不断的说是黑箱 可是却讲不出这个改革到底有什么不对 让他很感叹 如果把社运变成是 变成是一种叫做对特定的政党 甚至是来服务特定的政党的话 只会让人家看清楚 整个社运团体是已经沦为了测意 那么这个就有十年前也曾经参加过太阳化的民众也发了文章 他说当年的学生们是凭借着热情 还有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就去参加了这个活动 但是最近几年过去之后才发现说 当年其实根本这运动就是一场骗局 而民进党只是想夺权而已 如今民进党拥有更多的资源 还有更多的媒体的支持 结果还看到这些有利的条件之下 他们怎么还是变成是好像是某些人控制人民的一个工具 然后参与者的热情是不是真的是被利用了 民进党已经是第三次执政了 第三届的连续执政了 结果大家看到的就是在立法院去爆衰女立委 然后搞社运来恐吓民意吗 甚至是还说要找这个 听说现在传出说蓝营街道情姿 说要落黑道来助政 难道这叫做什么 民进党执政的三部曲吗 这真的是民主吗 蔡委员怎么看 有人十年前参加过太阳花 我公开问这些朋友们 你十年前参加太阳花 这十年来你日子过得好吗 你手上有没有很多台积电的股票 有没有 你自己想一想 第二个 你手上有没有很多云豹能源的股票 云豹能源从30块涨到150块 你有发财了吗 但是刚才辉文兄讲说十三万分之一 林斐帆 错了 我再加一倍 多加一个人 叫赖品瑜 他的云豹能源从30块涨到150块 请问你有吗 当时林斐帆跟赖品瑜他们组织了一个叫做黑色岛国 然后岛屿天光 请问一下你的天光了没有啊 请问各位太阳花的朋友们 再来黑色岛国是真的事 因为现在要找黑道来帮黑色岛国 要来围岛演习 就是围着立法院这个孤岛 这是讽刺吗 还是幽默 可能都是 但是重点是你们在立法院闹的 好像也没有人真的在谈立法院改革项目是什么 谈那个什么 花冬为什么要花两兆 谈说罢免许巧心 我只能叹一口气 你们不是社运 你们是侧运 侧运的运动 或者是厕所的运动 你们也不是真的是民运 为什么 你们是民进党的运动不是人民的运动 你们玩了这个游戏 玩再多人来意义不大 反正只是表达你们今天对于外面可能下雨的抵抗能力而已 你们说你们是在追求自由民主 今天在国会以恶毒通过的几个条款 通通是以前民进党写的 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写的 所以说难听一点 民众党提这个案子 国民党支持这个案子 这两个党只是民进党的代理人 因为都是民进党早期提的案子 他们照抄而已 换句话说 这个国会改革案子是三党共事 只是有人要翻桌子 谁要翻桌子 民进党要翻桌子 他们讲过话不算数 国会改革里面有关于国情报告 我承认那条是我写的 可是那个行政院长不用经过立法院同意 那时候我还没从政 你不要推到我头上来 你有这么年轻吗 开玩笑 那时候还没从政 要问这个例子 他比较吵从政 那我要解释给大家听 我当时为什么写说 国会要到总统要到立法院国前报告 只有一个理由 因为总统到国民大会报告 已经报告了好几年 李登辉都有乖乖到国民大会报告 有没有用 有啊 因为很多不同党派的朋友 尤其当年的民进党 虽然是表面上跟李登辉互有望的 事实上在做国情报告的时候 也都很不客气的 可是那个时候 我必须成立一件事情 李登辉态度很好 就记得吗 曾经有民进党人 去翻李登辉的桌子也没有 可是在国情报告的时候 大家互动还是很符合民主的规范 不管是国家定位 不管是军队的问题 很多敏感的问题 摊到台面上面 大家来对话 而且当时是什么 当时是所有的三百多个国大代表 可以轮番上去 去问李登辉 那李登辉有没有急问急答 你说是也有 你说不是也可以 为什么 他同问同答 他老先生就很搞笑 他想答的时候 就马上上来 早上问 忍不住就可以答 我先答这个问题 但如果说答的太沉闷 因为难免的 有些人会问的 比较地方性建设的问题 那他可能就是比较不熟悉 等到大家问完 一整轮了 以后再统一来答复 所以我是不是很坚持 要急问急答 统问董 然后由立法院 朝委党团协商来决定 所以我当时写的 就直接了当 这只是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没有说要怎么答复 就是尊重立法院的职权 态度上来 那现在立法院 如果表决通过 要急问急答 你急问急答 有什么不可以 那立法院要怎么去监督总统 立法院是没有能力监督总统 即使是急问急答 也没有能力监督总统 就像对行政院长 他还可以跟你对骂 这有什么有什么好急问急答 不可以的地方呢 那如果说要藐视国会罪 也没有办法 怎么可以 只可以对行政院长 也没有办法对总统 为什么 总统免除受刑事诉讼的 这个 破免权 他有这个特权 所以清德总统你不用担心 没事的 你就到立法院来做国权报告 这个你可能不太了解 清德兄你可能不太了解 总统到立法院国权报告 在全世界的民主政治理论 就认为你确定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的总统 这是很重要的象征性 仪式性 制度性 所以蔡英文 马英九 陈水扁都不是总统 都不是民主国家的总统 笑死人 就是国际上 你问我们那个英国的 刘英的 刘英的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典型的制度 所以为什么美国总统 即使去的时候 在野党都不给他掌声 甚至还背对他 有时候还向柯建民跑出去抽烟 那种美国的在野党都得是 可是他一定还是要求 我要发表国刑之文 那你对电视发表就好 你为什么会要跑到国会去 他说 我是民主国家的总统 我要到国会去 那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如果国会拒绝你去 就表示你不是民主国家的总统 会有这种类似的运作 那就看赖清德 你要不要做第一个 到国会来报告的总统 你讲个老半天台湾是国家 你不到国会去报告 那个就不是国会 懂吗 那你要去讲这个所谓的什么 民主国家的论述 都会变成空谈 可是我是比较压抑的时候 真的民进党要找黑道 烙狼来助攻吗 我很乐意看到这种情形的表现 为什么 看他的黑道带领的摄运民运团体 进攻立法院异常的这种表现 会不会有解放军围导演习那么鸡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回去要加强训练 要在黑熊学院里面 加强这种课程 让这个民进党的车衣 有一个形成更高的战力 那如果没有 不要让人家看笑话 好不好 那反正礼拜五 大家见真章 那我一向是才乐观的态度 我是积极赞成鼓励民进党 尽量进攻异常 让我们看到太阳化2.0 有没有比台湾1.0更猛 还有几年以后 你们这些人 有没有手上都有好几张的 云豹能源的股票 如果有的话 我给你高度肯定 如果没有的话 那对不起 你只是为人作假的 垃圾渣宰而已 不过蓝白利罪国会改革 但是日营不断的带风 想说 小心 以后人人都有可能 会被立法院叫去问话 黄杰委员昨天 就去这个执询 内政部的次长 然后就问他说 你早餐吃什么呀 我们在这个董次长 以隐私为由 就委婉的这个拒绝回复 黄杰马上跟他说 你官员不回答 你吃什么早餐 以后会犯藐视国会罪 先不说2013年 民进党版本的 藐视国会罪 自己就把人民列为 可以被调查的对象 而且罚则是4万到20万 对比现在的 这个叫做1到10万 其实民进党的版本 罚则是比较高的 然后再来 这个顾力雄 还有陈其迈 也都是这个法案的连数人 那明明这修法的内容 就明定说官员有义务 必须要出席听证调查 而民间人士则是可以拒绝 和这个调查主题 无关的内容 可以免答 可是绿营现在还是要硬扯说 藐视国会罪 是查水表的法案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这个张委员 因为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当然就是你们要去 执询官员了 请问你们有人敢问 这种问题吗 比方说王定宇的房东 你真的是这个有附早餐吗 是不是真的只要8千块 你们敢有人敢问 这种问题吗 是不是自己的政治前途 都不要了呢 但是你看到像是 疫苗采购要封存30年 还爆出炒股的争议 却可以拒绝回答 难道立法院 这个找高端的高层来问一问话 有什么问题 这刺探的隐私吗 其实这次国民党在国会改革的法案 其实我们的立场非常的明确 就是要国会改革 然后让人民知道真相 让阳光洒进立法院 那其实在这个5月22号 第一天是内政委员会 这个开委员会 那当时出现了 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是那个新的部长 到立法院来接受质询 那我相信也刚冲突过后 我相信民进党的立委 一定很急的来带风向 所以我们发现了黄街委员 他质询内政部的次长 问这个次长说早餐吃什么 他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就是想要带风向 想要把这国会改革 对我们全国台湾人民 非常重要的法案 用非常 怎么讲呢 低俗的啦 低俗的方式 来让人民去做混淆视听的一个动作 那我这边要报一个小料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个新任的部长去哪里了 新任部长是谁啊 是刘世芳 刘世芳刘部长跑去哪里了 结果那天我私下跟大家报个料 我发现他没有去委员会 他也没有请 他跑去跟那个 我们大概是民进党的招委委请假 可是他人在哪里 他人在立法院跑来跑去 在拜访国民党的立委 他没有来拜访我啦 可是刚好在楼下我遇到他 他说 我说说部长你怎么来这里 他说没有啦 我来拜访我们其他的委员啦 我说你要来干嘛 他说没有啦 我们最近立法 那个行政有交代他们要打炸 我一开始听 我觉得说还蛮有道理的 因为现在诈骗案很多嘛 他们要来跟我们立法 国民党立法委员说 我们要打炸的问题 可是后来他跑去 后来我说你现在中纪有空档 你就来立法院跟我聊聊天 我们来讨论如何防打炸 可是后来马上我看到了 黄街委员的这样的质询 就发现一个很调诡的事情 内政部部长不来立法院 接受立法院咨询 却让这个次长 让民进党的立委来跟民进党的这个官员 来去做演戏 来去讲一个这么low的一个早餐吃什么的一个动作 这不是很明显就是官员配合民进党立委来做演戏 想要试图混淆试听吗 所以这一点我一定要让全国的民众来了解说 难道这就这就是你们尊重国民党尊重议事规则 尊重我们立法委员咨询的一个你们的做法吗 第二个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其实国会改革非常的重要 民进党的口号是什么 是反黑箱 其实这正好打到他们的脸 我们国民党要国会改革 就是要把民进党过去八年来执政的黑箱的问题 好好的来反映出来 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高端疫苗的采购 台南的光电案 进口鸡蛋 以及蔡英文论文等等的这些问题 就是国会改革最重要 我们人民想要知道的 要真相的这个东西 所以当然民进党现在很紧张 希望说要来带风向 要来做混淆试听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可以很多的民众 还是很感谢我们全国的民众 因为现在民调显示出来 有65%的人是支持国会改革的这个法案的通过 代表我们大家全民都希望说 民进党这八年这个完全执政完全腐败 大家是不能接受的 那我要跟民进党现在讲 其实大家可能没有看到 我们一看我们在议事前面的冲突是很激烈是没错 可是大家没有发现得到的是 在议场内很多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 民进党的这个委员们是如何用这个 用非常不断的这个要激起我们的愤怒 或是对我们恐吓 言语上的恐吓等等这些做法是没以上看不到的 所以我要跟民进党呼吁 礼拜五 你是不是要来呼吁赖清德总统讲的 这个少数要服从多数 我们多数其实我们已经很尊重少数了 所以可以看到最近在立法院的冲突 不管是我们女性委员 不管是陈金辉委员 或者王宏威委员 我们都是女性委员受伤 那民进党的委员 他们都是以自杀式攻击的受伤方式 所以这个明显是差非常多的 而且其他的 尤其对韩院长用女性委员给他用雄爆的一个动作 把他从东边扯到西边 西边扯到东边 这都是一开始在媒体面 镜头前面没有去呈现出来的 他们就是都在在媒体背后 对我们国民党的委员 做一些言语上的恐吓 或对韩院长做一些肢体的 粗暴的一个动作 以及对州外来秘书长 直接抢文件的那个部分 那我今天非常不能接受的点 就是说 今天在这个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在咨询的时候 民进党委员还对 还请州外来秘书长上来 还问他说 我抢到你的东西的时候 你没有受伤吧 然后秘书长 他是一个七十几岁的长辈 他当然是笑笑的不予回忆 他还说 那你没有吓到吧 如果你有吓到的话 我带你去收金好不好 在国会殿堂 这样子去质询一位被你有这个打攻击到 甚至有受伤的这个 我们的秘书长这个议事人员 非常的不正确的一个举动 所以这次我还是很感谢我们所有民众给我们的支持 我们国民党现在是一个团结 有任性的政党 我们绝对是要对付这个双标党 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 要改革 要民主 那最后我再讲一句话 其实这次我觉得人民到立法院 他们有在讲说 他现在如果改革通过以后 人民会被交到立法院去询问 会有问题 其实这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其实大家这边都有家人的 国民党的委员有家人 民进党的委员有家人 难道这个法律通过了以后 就会这样子做吗 所以是民进党的论述 其实是非常没有道理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 将赖金德520演说之后 抛出两岸互不隶属 被指一是新两国论 结果他才上任三天 大度就宣布今明两天 要举行叫做联合立舰的 2024A的军演 整个演习的地点看到没有 整个完全把台湾给包起来了 跟2022年裴洛西来台的 这样的一个违法相比 这次是违到更加滴水不漏 为什么呢 因为包括像是东引马祖 乌秋和金门 这次通通都被划进了 这个军演的范围之内了 好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央视呢 就发布了国际瑞评 说军演呢 就是对这个赖金德 挑衅的惩戒 赖金德520的台独自白 严重的破坏了 台海的和平稳定 独性极强 无论从什么角度 大陆的反制 都是正当且必要的 这个是央视 马上来针对赖金德谈话 就发表了他们的 这样一个官方立场的 一个定调了 好央视甚至还形容说 如果李登辉 陈水扁 蔡英文的就职演说 是试图要打擦边球的话 那他们认为赖金德的谈话 等于就是直接摊牌了 那么其实赖金德 在就职演说上 他也有提到说 希望能够开放陆克陆生 能不能来重新来 这个重启两岸的交流对话 好 既然两岸前阵子 已经累积了不少的善意了 所以呢 这个赖金德 赖金德就说呢 那既然如此的话 赖金德是不是赶快 把六月一号的进入团令 你先把它去取消掉 对大陆赶快先展开一点点 实质的善意吧 是不是应该把握 这个黄金的救援期呢 让这个善意赶快递出橄榄枝 不要让两岸进一步的来恶化呢 蔡伟怎么看 大陆的围岛军员 只是为了换得 所谓陆团禁令的解除 这个会不会 不太成比例原则 因为这么一个大型的 这个围岛军员成本非常的高 那这个解除陆团 它这个意义那么小 所以我不认为大陆的思考 是这种小本经营的思考方式 要说这一次的围岛军员 应该是上次佩洛西来台 围岛军员检讨之后新的版本 新的围岛军员 那这个围岛军员有什么用意呢 就是说有必要要联合海陆空 进攻台湾的时候 一个初步的一个模拟的演练 一个初步的一个训练成果的检讨 那这种成熟度如何呢 解放军自己要知道 同样的美军相对的 也在对这个事情的演练 做出对应的一个检讨当中 因为对方在演习 就是你检讨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如何去突破 对方的围岛演习 我相信解放军也在 美军也在努力的检讨当中 同样的 我们台湾的军队也会很忙碌 虽然我们在这里面 能够发挥的空间不大 但是基本上如何去抵御 如何去抵抗 那这个其他的智库在做兵推的 也会例如考虑 看我们以前台军 在根据前年还去年的 CSIS的兵推 我们大概可以抵抗多少 三天半 那这一次能不能延长到五天半 这个双画面大概都在检讨当中 那你说会不会很快的 由军联变成武力进攻 答案不会 有两个指标很清楚 第一个 那个习近平主席今天还在山东日照 在考察调研 会不会去吃直播烧烤 我不知道 那只要他们没回到北京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第二个 中国人民银行在美国还有两兆多的存款 还没有撤走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时候也不是发动进攻的时机 所以现在即使解放军这么积极的在做军联 大家安心 马照跑 舞照跳 日子照过 KTV照唱 没事 好没事 就是我的判断给大家做参考 那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 他们判定 赖清德正在积极准备要台湾独立 他现在讲的不是两岸互不隶属 是两国互不隶属 是比蔡英文更往前进一步 同时他推出了 三合一台独理论 就是中华民国是台独 中华民国台湾是台独 台湾也是台独 你们都是台独 我就是台独 那对于赖清德 他的终生的梦想 他一定不可能比蔡英文的红线更后退 他只会更前进 因为台湾独立对赖清德来讲 是一种宗教信仰 跟上帝一样伟大 必须要达成 他的期待是希望他有一天站在总统屋面前 可以宣布台湾共和国成立 这是他的终生梦想 你不用去怀疑 所以当他在往这个台独方向在大力进展的时候 他还会在内部用司法警察特务 反渗透法国安法 来洗涤大家的人心 要跟他一样 不能不支持台独 那个什么陈卫文整天支持中华民国了 这个必须要好好的洗涤一下 这样子能够在彻头彻尾的行公益 这个进行台湾整顿的重现社会 注意到他讲得很清楚 那当赖清德要不断的去往台独进城漂的最后一里路走的时候 解放军相对的也在准备要联合进攻台湾岛 然后希望能够用最低的成本 最快的效益来军事攻占台湾岛 所以双方面都在做准备 赖清德在做司法的军事的 还有外交的准备 然后解放军在做军事的 政治的外交的准备 这个两个车子都快速在赛跑当中 那谁先抵达终点不知道 但是台湾人民可能大家戴好安全帽 戏好安全带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和2022裴洛西来台时的经演相比 这一次还包括了外岛 是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中华民国的治理区 接中就说 其实这次真的就只差没有演练 叫做联合登岛了 那么赖清德竟然在就职演说上都已经说 希望两岸可以重启对话 习近平先前也认为 两岸既然是一家人就可以坐下来台 王沪宁也说大陆没有人想打仗 两岸已经打破了蔡英文执政八年的僵局 彼此累积了一些善意 当权者是不是应该要来相互让步 让台海真的能够关系 赶快能够这个升高的温度赶快降温呢 慧文哥怎么看 蔡总统打开什么僵局 为什么你突然让我这个都醒了 那这个赖总统就指解放军宣布要军援 我不会压抑啦 这个如果压抑的话就表示 这会误判 我没有很压抑 这个没什么好意外 但是今天呢 这个新闻让我看得非常的不开心 这个王碧胜换跑道 年薪八百万 他跑去这个 之前有小三 有这种这种这种绯闻 现在卸任之后八百万 观众朋友 他年薪八百万 其实在金控来讲的话 当到读懂或副懂 八百万其实不是很多钱 可是观众朋友 你知道他年薪八百万 我要来庶民大头家几年吗 我要来几十年 这个实在是 我回来讲这个军演 这个是我们以前的 前任的国防部长 邱国正邱部长 这个赖世保委员咨询 他说他睡不着 他说他睡不着 非常忧心 这个两岸的这个兵凶战委 那我请问大家 现在的顾立雄部长 他睡得着吗 顾立雄睡得着吗 对不对 所以观众朋友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赖总统 在选举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 他当总统的话 开战的几率是最低的 对不对 赖总统讲的 我都把这个图片要存起来 好不好 所以观众朋友 当你看说这个两岸关系 蔡总统跟马总统比一比的时候 做民调 既然有人认为 蔡总统的两岸关系 比马英九好 蔡总统的任内协 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这个是2022年 裴洛西访台之后 解放军的这个围台的军演 2022年 这个被人家定义说 是第四次的台海危机 而且大陆还发射东风飞弹 今天东部战区 他们的这个新闻稿 他们这次也准备了东风飞弹 会不会再朝台湾的方向发射 会不会再飞越台湾的上空 我们不晓得 可是既然有人问我说 蔡总统的两岸关系 比马英九好 所以刚刚主持人说 什么蔡总统两岸关系 蔡总统的民调 他这次友台的民调 蔡总统八年的民调 是赢陈水扁 赢马赢九 你觉得公平吗 你觉得这个这样子 你相信吗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所以看到今天这个军演 我不晓得要回应大家什么 你看看美国的国会议员 这些叉叉真的很好玩 美国多位议员说 赖江延续蔡的路线 我们中国时报做头版头 我请问大家 赖总统延续蔡总统的路线 那蔡总统的路线是对的吗 如果你们这些国会议员 那蔡总统的路线是错的 那蔡总统的路线是错的 赖总统还要走他的路线 你记得柯文哲讲什么 柯文哲说 如果我当选总统 我的军事外交要走小英的路线 还有人支持柯文哲 我不晓得骂谁 来 赖总统讲什么 任何政党都要反併吞互主权 然后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台湾或台湾都是我们国家的名称 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个国号 一二三 你喜欢哪一个都可以 是这样子吗 你不要听赖总统胡说八道 赖总统你要互主权吗 刚刚也提到的主权跟治权的这个概念 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 依照我们宪法的规定 台湾加大陆才等于中华民国 那赖总统你有互主权吗 你就直接把大陆送给习近平 你哪有互主权 莫名其妙 而且最丢脸的地方 这是我的结论 这个请大陆的朋友 不要笑太大力 你看赖总统就只讲什么 我们互不隶属 但是我要对等的观光跟学卫生来台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跟大陆互不隶属 但是我要入客 我要入生 你赶快给我送过来 你不是跟人家互不隶属吗 对不对 刚刚还在开玩笑说 故宫停电了 我们去故宫通通 我请问故宫的东西哪里来的 天上掉下来的吗 故宫的东西不是当初我们国民政府 从大陆运过来 我们还运了很多黄金 当初新台币是怎么发行的 就是靠从大陆运来的黄金 然后你说我跟你互不隶属 但是我要入客 我还要入生 这个很丢脸 观众朋友 如果你真的要互不隶属 真的要做这样兼壁亲野的话 我们就立刻把ECFA给停了 我们就把早收清单给停了 对不对 我们每年 每年 一千多亿美金的贸易顺差是靠大陆 那我们就让它归零 不是应该这样 这个才是真的互不隶属 不要嘴巴讲互不隶属 然后又想赚人家人民币 这是很丢脸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要请教一下张伟员 难道真的是有太多绿油 有靠绿电发大财 所以真的不能够放弃吗 的确今天故宫停电 这个事情 我相信许多民众都觉得很惊讶 故宫怎么可能会停电 所以这边 我也要先跟我们的政府请教一下 难道他跟一般民众一样 家里只要关电灯 就会停电了吗 故宫难道没有紧急发电设施吗 故宫里面保存了这么多 台湾重要百年以上的文物 结果居然会停电 简直就像我们电影上 有怪盗来抢文物的时候 他直接把电灯关掉以后停电 然后马上打开来的时候 里面全部变成赝品 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 对现在的政府 他在执政 是不是螺丝松了 所以我认为 真的这个部分 要非常的注意 那刚刚讲到 其实台湾现在 就是因为常常有这个 不定期就停电 从桃园 无数次的停电 到我们台北市 新北市 到高雄 台湾全台 轮流在停电 所以我们 一直在跟我们现在的 过去的蔡英文政府 以及现在的赖清德政府 呼吁 你的能源政策 是不是有出了问题 我们看到520 那个赖清德政府的 这个演说词里面 对于能源政策 提得非常的少 感觉起来 他就是一定 还是要坚持 就是推行绿能 可是要跟赖清德政府呼喊 你现在的绿能政策 有成功吗 顾信蔡英文政府 留给你的是 什么样的成绩单 是火力 台湾火力发电八成 火力发电成长的幅度 比绿能成长的幅度 还要大 尤其我们一直在呼喊 的一个口号 台电亏损 绿能赚保 全民涨电价 而且现在全民 还怕亏电价 还要跟赖清德政府讲 现在全台湾 癌症第一名的比率 就是肺腺癌 你有没有在顾虑 全台湾人民的 健康的政策问题 所以要呼吁赖清德政府 你上台以后 要去改变 现在的能源政策 不要再让全民 会生活在一个 勇于得到肺癌 肺腺癌的一个生活空间 来 来 来 中文人呢 是